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苏联解体对中共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中共里面的老人对苏联解体确实是很伤心 甚至是垂胸顿足 苏联它这个政体里面被称为一个黑手党帝国 戈尔巴乔书认为克格勃是苏联解体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中共推出大量的政治新招数 都是从苏联解体学研究中获得的总结 变成了一本葵花宝典 时不时大家就翻译一下对不对 苏联这个最后要解决前期 它的卢部出现了严重的贬值 国民的购买力是严重下降 当时苏联贪腐非常严重 这个苏联已经是避入膏肓了 谁来都救不了 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 不是外国敌对势力 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 中共现在也有个特权争 共产主义运动前半部分 好像是利他主义 但它的后半部分 是自私和利己的一个结果 注定要失败的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